同学区总有不少人评论 苹果手机贵的狗都不用 安卓机它不香吗 但是小杨想说 苹果手机马力贵了 只是你们没有找对方法罢了 今天小杨就用30秒的时间 教你怎么剔成本的 年年用上新款的iPhone 就以小杨手上这台 国行的15片模为例 入手的时候大概是8500左右 你们只要带好壳膜 保护好外观 等到明年的16系列发布的时候 最少还能在小杨这里 回收个6300到6500左右 之后再添这个1000多 就能入手最新款的16PM了 算下来一年就花1000多 就能体验到最新款的iPhone 还有像小杨正在使用这台 国行的14PM256G 现在在某上市平台 回收的价格是5561 但是在小杨这里 还能回收6384 当然安卓用户的话 就得要紧性了 因为大部分的安卓机型 调价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那么你们还有什么 想要了解的机型 欢迎随时来找小杨